我們接下來是米鹽菌的一個問題 劉先生在問中說 我們用這個水 一種的一個發酵 這個比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一百粒的水要用五公斤的糖果 可以減不可以 我們跟你說的是 因為你太甜 變成酵母菌 因為太甜 它裡面的滲透也太多 所以變成有辦法在那種環境上進的 可能是酵母菌這種的大型來 所以有時候就比較不是我們要的目標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說五公斤不要超過 這樣最好控制 加一點點的黃豆粉 黃豆粉你可以用豆瓶 這都用雞肉 這也太多 在裡面 豆粉因為比較沒有這個 所謂這種滲透壓這個問題 所以這可以加 但是問題是比較多也不好 只有雞草味的而已 因為你發酵不完整 不說太好 所以我們主要是 要給米鹽菌消化活動一下 就是有 有時候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 我們聽說朋友要把它睡覺 就是說 擴大培養通常 我們不是三四星期 這就不是擴大培養 擴大培養就是說 我給他一個營養 給他一點水量多 然後睡覺 有的人說叫成菌 我先讓他穿起來 穿起來之後 幾天過 我就拿下去用 這種叫擴大培養 這一般來說 我們的定義是這樣 他把他發酵三四星期過 這個目的是要做什麼 這個目的就是要讓他 這個米鹽菌去粉 吃這個黃豆粉 吃這個糖蜜料 他會去排泄很多這些東西 他現在大量生產的時候 他會去刪成一些 類似抗生素的一個物質 我們要愛那種東西 要愛那種東西 所以通常這種 這不是叫擴大培養 擴大培養 擴大培養通常是沒有到三四星期 我們最主要是要 愛他的二次代謝產物 這東西拿來做什麼 拿來噴給他 甚至罐頭也可以 但是他困可能不是太多 但是因為他發酵過程裡面 困一台一台三星 他把營養和分解 他的三星一些類似抗生素 這種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可以拿來做這個 紅石珠的一個風滴 可以拿來做這種 一些病困的一個風滴 這個我們有做三四星期 擴大培養通常 就是不要超過一星期 就是說那個時間 我們就讓他困的有 因為你用過你就知道 這個米鹽菌的活性很好 尤其我們這種菌粉很穩定 所以下去的時候 像在開三星這樣 你若是稍微看他拿上去 那整個氣泡 那很細緻的氣泡 一直起來一直起來 因為他是一個大量的 這種菌 活性很強的 所以他就開始大量的繁殖 所以你給他 發生久的時候 他就一個時間 變成 他現在食物空間都充足 他這個困的 一直三星一直三星 到一個 聽到他就收汗 收汗汗 原因是因為空間不夠 因為食物的來源 收到汗汗 所以他慢慢慢慢 這個菌的所需 因為菌也是會老 他老也會繞去 這個量度的 這個減少 為什麼我們要發這個三四星期 就是說 讓他在這個裡面 這些菌的大量三星這種 他把這些營養消耗到的時候 他的三星 類似控性素這種的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以拿來做 這個殺菌的用 我們這個發酵的 這個部分的 這個做法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 如果是說 在他泡開 一星期裡面 我們把它用掉 甚至沒有給他食物來源 只有一點水 因為我們 這個菌粉裡面 就有一點點的營養給他 所以你要把他拿來 他也好像拿水 他就會補薄 補薄的原因 就是他的菌也都會搓起來 這個東西 讓他先醒過來 有的 簡單說就是說 讓這個困的 本來是休眠狀態 要變成已經精神 這個東西 我們通常有的人 就叫做省菌 省菌和擴大培養 有一點點的相類似 就是說 我讓他這個困養起來 我如果是 給他一些營養粉 給他一些 有一個時間 他可能這個菌素 在單位 體質裡面 那個困層的增加 這種我們通常 可以擴大培養 這個時間 如果是拖著長的時候 這個營養都吃掉了 但是他要愛的是 他心靈代謝 出來這些東西 這種我們通常 就是發酵液 這個發酵液 拿來這個目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 稍微分清楚 可能別人都會南南做 但是我是希望說 在我們節目裡面 希望把很多工作 可以很清楚跟你說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在做這個東西 做這個動作 是什麼原因 我們要去做這個工作 不是說這樣 一趟要拿來 拿出來買 就說我這個美艷菌 我這個什麼 就對我們來說 我感覺說 這有一點 這個韓府龍頭 我們電台 比較不要做這種 含含含含含的事情 要說清楚 如果買不走 是我們含含 如果是說 這個外面的 黑暗 人家的黑龍洗頭 那就讓人去黑龍洗頭 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都有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地方 把它分清楚 希望說你在用的時候 也可以先做一下 了解 你在做這個法官的這個 過程裡面 因為有豆粉 有這個 所以就是說 要去把它攪拌 讓它有這個透氣 因為這個美艷菌 需要大量的 要有一點點的空氣 不可以說完全 都沒有把它攪拌 當然你如果是有這個 有人說 我把它打風 打那個風 那笑死人 那都沒什麼好 你不如用攪拌的 你攪拌 這個液體的 這個水 含空氣的接觸 裡面 它可以 最主要是要做氣體交換 就是說 我有氧氣下去 有一個二氧化碳 有那麼多擺拌 這種東西 這樣可能是 你只要打風 這有時候沒什麼好 豆腐你的風量很大 所以一般來說 你看這個 在發洋的時候 豆腐都不是用打風 豆腐都是用攪拌 這個攪拌 你煮人就可以 帶這個空氣進去 這這樣可能是比較省電 你要用這個去打 豆腐是沒辦法攪拌的時候 它那個氣體就沒辦法去 這個便做 就要用強制去通風 這個 有一點東西 當然是有他們的這個 所以我們自己在做比較簡單 就不像工廠 創成這樣 這個複雜 所以你最主要就是說 你要把他拉上去 不要一直拉 一直拉 有的人 一直拉 一直拉 也不是 你也是要一段時間裡面 拉一下 拉一下 這通常是 在這個 在擴大培養 還是說你在做這個 發酵液的時候 這兩種我們通常都可以 這樣來做注意 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 好心 來放兩 所以有時候就很討厭 所以可能要稍微蓋一下 比較好 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氣體的產生很多 所以最好是要不要 湯不要太多 因為有時候蓋起來 整個氣體 你如果是說 它沒辦法 高暗 高暗不負 它有時候像發鬼 這樣 煎出來 那些東西就流掉了 很可笑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最主要是 再來一個是說 這個環境盡量乾淨 因為你的環境裡面 如果是灰塵 什麼垃圾 現在我們有的拉丁黨 拉丁黨有時候 它就和這個環境裡面 一些垃圾會去接觸 有時候那個雜菌污染 就會比較多 這個東西就是 盡量你就是 做一坨之後 一坨一坨都把它用掉 我們湯裡把它蒸你 還有另外做一坨 因為你一百 一包一公斤 你一邊用一百股辣 那一包你上去用十邊 用十邊 一水你如果是說 換兩湯三湯 那你用的很多 你如果是沒那麼麻煩 所以你大概是這樣來用 所以不要說 有的人說 我就存這些 有的人在咬那個方式 就是說 存那湯底 還流在做昆布 現在再咬下去 再咬下去 其實你湯裡面 就有很多雜菌 就是說 因為你和這個空氣 都有接觸 所以那裡十分很多 十分很多 你一直咬 一直咬 你不知道在發生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不去靜 不去做什麼 我們在做工具 盡量比較單純 所以 在這方面來說 你盡量可以用掉 用掉你再做一杯 因為我們下去之後 它這個 困層很多 量很多 所以它在地基幹裡面 就可以 減更大的一個 這個油性 就是有雜菌污染 比較嚴重 比較不會失敗 比較不會灌 這是我們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可以去注意的一個地方 這個米鹽菌和一般的枯草鑑菌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這是很簡單 一般的枯草鑑菌 Basida Sability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 沒有辦法 是在造物的一個體內 可以進去的 可以進去造物裡面 最多的一個油痕 米鹽菌 它最大的特色 因為它這個M 就是Mycoides Basida 就是鑑菌屬 Mycoides 就是內生 它在拉丁文裡面 那就是內生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一種內生性的枯草鑑菌 它最大的油性 就是這個菌 其實是有辦法 入在這個植物的一個體內 這是這個菌 最特別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可以去造企業 你如果灌在那裡 用來灌一遍之後 它是有接菌 接菌成功 它到很大量之後 這個體內 都要有辦法去驗到 在植物的組織液 在組織裡面 都要有辦法去驗到米鹽菌 最大的差別在這個地方 所以一般來說 一般的庫草鑑菌 我們通常在說的庫草鑑菌 就是Basida Sability 這個Basida菌 它通常是在外面做一個補 所以一般像這個白粉病 用這個東西 效果上還可以 像米鹽菌 它在作物的體內 然後我就作用在這個表面 它也有這種生存競爭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它內生性 它可以去刺激作物 它們兩個其實和植物是共生的 就是說它會去刺激作物 我們三層對抗這種白色的一個效果 要這個菌 自己也有辦法在植物裡面 摘到這個營養分 所以這個菌就有辦法 所以現在這個菌 大概台灣可能是第一季 它既有登記在農藥 又登記在肥料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未來 應該是很有發展潛力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比較看看 是這種它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有很大的差別 是這隻多因素 所以這隻不足 是這個菌 所以這隻不足 是像財固的